你不能只靠奶你知道吗 你要有才艺啊 你要在这行生存呢 你不能只靠奶 你必须要有一点才艺 不然你能走的路很有限 像曼蒂斯就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样不行 曼蒂斯变成纯对线角啦 他改成这样就是要让他去对线 他没有任何控场 前面就只能给个补 到了后面也是就只能靠大招控场 从头到尾都是补补补 他把他变成巨乳啊 以前呢他可能完全 他的乳量被斗篷给屌压 可是在这一版呢 他就找回了新世界了 感觉起手点个一技比较好 对面是什么 对面的组合比我们还要猛 干对面都是胸部很大的类型 太强悍啦 现在在比大的是不是 这个弹跳的速度好快哦 感觉就很爽 不要紧张 我们最不怕就是扣血 哦这弹跳的范围有够远耶 随便弹耶 但其实也没什么伤害就是了 就是弹跳弹得很爽 你要出大事了大哥 完了 队友要被你卖了吗 满奶的啊 你有没有感受到我那个奶量 没事没事 我们什么没有奶最大 这个打野冷静一点好不好 你还没四等耶 你还没四等在忙什么啦 你也四等在出来抓人吧 登登登登登登登 生命 往前贴就对了 给他一发 那两口是真的很苦啊 怎样 打架啊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哇塞 妈的 巨乳螳螂 呃 要被摔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还可以弹到自己身上 好特别啊 哇 来不到你抱歉啊 来了来了 巨乳螳螂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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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哦 嗯嗯嗯 都不用回家耶 真的是巨乳螳螂 再来一个 哦 哇 先不要啦 哇 等一下啦 哦 不要丢我 你看他这可以弹回自己身上 所以哪怕 对面完全没有人 你还是可以弹 噴ом 其實曼蒂絲 如果把法公撐很高的話很強 ey 因為他的医技在團戰裡面 那個彈跳沒辦法躲 有啊 可是傷害也不高啊 算了 剛剛我沒說了 這玩起來感覺真的太像銀草了 可是銀草比較強 你們應該知道銀草吧 有沒有人玩 Oh no 誒 剛好被冰到 二技幫隊友補的範圍還蠻大的 所以你在 你在你的隊伍裡面就是一個超強補血機 非常強的補血機 恩?你第一次玩幻視嗎?幻視本來就會被暈啊 有人告訴你幻視開了無敵不會被暈嗎? 沒有吧 這老問題了 這老問題了 500多耶 算蠻多的啦 可是我記得 這個 斗篷 補量也不會輸給這樣子啊 所以這樣看是不是斗篷還是各方面比較優 我們斗篷至少 可能補量比較多一點點啊 可是斗篷有控場啊 而且還可以保人 這隻覺得就還好 沒魔了 好 補兩口還是不行 沒有想像中 那麼奶 可能是因為裝備還不夠吧 但是都已經23比11了 這樣子的補量還是不太滿意 這樣玩起來感覺我還是比較喜歡斗篷 這樣大概是補1200左右啦 疊一下能量 不然就進去了 沒有那種很立即的寶的能力啊 哦 這樣也可以補哦 拍無敵也可以補耶 不行 只能存對線啊 但你要打野斧怎麼辦 我覺得完全不行啊 這個 很沒用耶說真的 這只是只會補血而已 作為一個輔助 你不能只會補血 你的功能性要多一點 你不能只靠奶 你知道嗎 你要有才藝啊 你要在這行生存呢 你不能只靠奶 你必須要有一點才藝 不然你能走的路很有限 像曼蒂斯就這種情況 我覺得這樣不行 改了不好 改了不好